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没过去 到底到春节 对 对吧 还得熬一个多月 我就得采访你 我今年就是问所有姓马的 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 请了个司机 最后他都用了三个月 他就把他辞了 就是因为姓马 他就觉得现在 说沾马字 你今年流年觉得怎么样 所以你说你马年还没过完 你就改叫我来 所以咱俩还是挺够哥们 不是你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差不多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遭遇 因为我经常去背佛 所以就化解了 等于 这个我经常来你这儿 你把我当佛了 是吗 罪过罪过 这个马老师 马年也有发达的 马云 马云不就是发达了吗 今年 这也挺奇怪 是吧 但是你光看到他发达的一面 你没看到他背后哭的一面 是吧 当然我不知道 就是你觉得 马老师 就是说刚刚过去的这一年 从这个经济上讲 邪不邪 还是正常 非常邪 事实上因为给很多人 敲了一记金筑 2014年我们没想到 房地财突然倒了 顶梁柱没了 然后所有的东西 大家感觉特别寒冷 所以我每年做一件特别讨厌的事 我今年还没改做 因为满年还没过 就是比如说2013年年底 有人会预测2014年怎么样 然后2014年年底会预测2015年怎么样 对 我会翻过去看 看你预测的对不对 然后这几年应该说 我们做预测的都很讨厌 基本上都预测错了 你比如说对2014年 那个2013年 然后谈那个房地产 很少有人预测到2014年 整个房地产糟糕的这个程度 没有预测到 但是现在你看房地产 彻底完蛋以后 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等你完蛋的时候 我觉得垂你几脚 然后现在所有的预测都是 2015年房地产特别糟糕 所有的预测都是 2015年油价会继续跌等等 所以搞预测特别不靠谱 你千万别听预测 你比如说现在搞预测最多的就是股市 对 有的时候股市能上去外地 这是最近整容 我都听他们在说股票涨了涨了 买股票都在问 股市这个东西 其实我一直不敢说 因为我要说股市 我等于是跨界了 泄露国家机密了 股市不属于经济学 也不属于投资学 中国股市 这个很魔幻 它属于魔幻 童话 恐怖大片 跟经济学没有关系 你和他怎么找 你去分析后面的逻辑 社会心理学 我觉得搞不清楚 心理学那也叫变态心理学 你用正常的心理学 怎么叫变态了呢 你看你看那个2014年 这个经济非常差 各种数据滑滑滑往下掉 但是股市往上窜 谁也没想到 股市2014年 全球赔名第二 赵夫 阿根廷第一 中国第二 你想到 不像多发达的国家 对 就是这个坑坑 压根没有想到 打了50%多 然后呢 那个所有的人都 一下子傻眼了 原因呢 所以搞不清楚 如果你要是经济学 去分析的话 就是说这个企业业绩得不错吧 那企业业绩得往下掉 经济得不错吧 经济 所有指标 是不是因为前些年 一直低一个压抑 当然一个周期新的一个 有人分析怎么回事 就是唯一靠谱的 不是说大牛事是吗 那个唯一靠谱的就是说 房地产不行了 房地产不行以后 然后大量的钱 转到股市里边 当然这个股市 现在指数是很高 我不知道你赚钱没有 反正我周围的大多数人 并没有赚钱 而且都都说 哎呀 我在熊市里边还挺赚钱的 牛市一雷 熊市里边赚的钱 全赔光了 那所以中国股市 可能是 因为因为2014年 基本没有好电影 如果说有好电影的话 中国股市算一部 跌宕起伏 那剧情非常吓人 然后所有的人一方面恐惧 一方面奉不顾身的往里边走 然后 牛市来了 我给很多人提醒 我说你别忘了09年 09年那个股市也掉到稀里哗啦以后 然后又突然起来 一下子涨到3600点 后来又跌到1000多点 所以中国股市 玩中国股市的 我都认为 都是猫 心理数字好 要么精神不正常 要么心理数字特别好 反正我们都是正常人 这个最近我还是看见什么了 林毅夫 你听说吧 林毅夫分析了一通 说中国这个经济啊 他认为能保持7.5%的增长 因为现在都有一种叫中国经济崩溃论 所以 就年年都在讲已经好些年了 但是 对他讲了好多年 确实是各项指标啊 就觉得在往下滑 稀里哗啦 稀里哗啦 但是呢 他认为 就是说 第一啊 经济往下滑 我不懂经济啊 但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 第一 经济下滑 不是中国国内的原因 他认为是国际的格局 全球原因 全球原因 都是什么巴西 国际也下滑 韩国也下滑 等等等等 国际的原因 国际格局导致下滑 二个 他认为 中国国内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哎 比如说咱们的城镇化 他完成了一半 什么什么的云云啊 说 所以呢 这个经济必将能保持7.5%的增长 嗯 你同意吗 我一直不同意 其实因为他说了很多年了 但是他一直是这样说的 就是 当然林先生 我首先讲啊 林先生 在国内经济学界 呃 是少数几个 呃造诣很深 呃 理论建树非常深的 造念很深 而且 造不是造 而且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啥 这个有专注的 有专注的 那你要你真的 都是一帮什么人 你列几个 你要真是拿几个 你比如说在中国经济学界 要列出十本书来 我到现在为止 对我来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列不出十本特别好的书 这些经济学家都没 但是老林 老林的书 我觉得能力也进去一半 比如说他以前写过一个叫中国奇迹 老林从试航回来以后呢 他这个他一直谈是8% 那中国能够保持8% 后来讲8的潜力 现在讲7.7到7.5 他在他在他在往后退 他在往后退 但是他的理论什么呢 我讲一方面他他理论还可以 但是另一方面不见得 他在预测方面靠谱 因为很多大的经济学家 在预测方面 你发现特别不靠谱 你知道经济学家的定义是什么 经济学家就是能告诉你 交女朋友 我有一倍种办法 但是他自己从来交不到女朋友的人 所以到最后他的很多预测 都不见得很靠谱 林一福是这样的人 林一福交女朋友 但是不是到目前为止 还一直是7点几 去年14年也是7点几 他实在是8 因为他最有名的理由说 中国经济还能以8%以上的速度 也许增长20年 到后来就有8增长20年的潜力 我们一直讲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算出来的 就是比如说潜在增长率多少 然后这个算出来以后 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 事实上整个增长速度从2012年开始 已经告别8%了 我们经常讲说 中国经济已经告别8时代了 现在已经转到保期了 2015年中国经济的头等大事是什么 是保期 不是保8 但林先生因为一直他非常乐观 空间很大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我不同意 讲中国经济要崩溃的 中国经济不可能崩溃 为什么因为中国经济很落后 落后崩溃是一个非常高高端的概念 就是 咱们不配崩溃 这个经济崩溃必须有一定资格 你看08年到现在 全球经济表现最稳定的国家 你说是哪一个 非常稳定 表现特别稳定 你懂这事吗 我不懂 全球经济表现最稳定的国家是朝鲜 印度 不是朝鲜 朝鲜 08年的时候 那是他没 他没见过呀 朝鲜人民饿肚子 是吧 08年 都跑到我们这边杀人来了 现在依然饿肚子 表现相当稳定吧 那为什么朝鲜经济不会崩溃 因为他很落后 所以有人讲说这个朝鲜 这个什么 崩溃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朝鲜经济从来不会崩溃 我们为什么说 讲崩溃离得很远 因为中国的人均GDP 2013年只有6700美金 全球人均多少 把非洲算上 把最落后的全部算上之后 2013年全球GDP总额是73万多亿美金 人均GDP是1万多美金 全世界 全世界 全世界人均GDP 全世界人均GDP超过1万美金 咱们中国呢 6700 还差得很远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咱们连崩溃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我讲 第一个他不会崩溃 因为我们空间很大 所以这一点我同意 这个林一夫的 但是 经济增长速度本身 铁定的规律是什么 就是你经历高速增长以后 你一定到一个阶段会减速 这个阶段是什么 就是中国经济40% 2010年超过日本以后 超过日本以后 我们大年就研究很多国家 变成全球第二以后遭遇 所有的遭遇都不好 变成第二以后 增长速度 刷刷刷的 画的 所以你看美国经济学家 有一帮人专门在研究什么 经济核实减速 他就告诉你说 人群GDP多少 或者你的总规模 多少以后能够减速 但中国研究这方面的不多 林一夫算一个 然后我们有一帮人 也在研究一个减速问题 但是大量的事实 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中国经济跟过去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千万别再想那个速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量的事实 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中国经济跟过去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千万别再想那个速度 但是林先生 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他一直强调 百分之八很乐观 而且把这几年 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 归结给谁 说这都是别人造成的 我自己还行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我们自己的因素非常多 你比如说我们的制造业 才能过剩 全球所有的第一 都是我们的 我们的服装 全球第一 2013年 钢铁全球第一 所有的 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我就看了一下 那个服装挺吓人的 2013年我们出口服装 出口了350亿套 我算了一下 全球70亿人口 每人穿好几套 每人五套 你想这个 就是你再往上做空间 没可能了 你只能往下走 这一个房地产 走到今天 也没路了 我们所有的靠山 也就是我们以前 讲多少架马车 我们现在所有的马车 都洗过了 那么怎么办 这不是别人造成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出口 我们的出口 已经全球第一了 那我们已经是全球 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你再往上走的可能 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讲 代化那个速度 你再讲说中国经济 还能增长8% 那你再讲中国梦 所以他讲的这个说 能够以8% 的速度连续增长20年 我就讲 这是我见过的 最天真的中国梦 因为你要 但是从你们 做经济的人来说 你8啊 7啊 差别巨大 但是从我们 不懂的人来说 在全世界看来 中国能够有这种 因为其他的国家 都是1%啊 2啊 所以中国能够 有什么7啊 8 你哪怕是5个6啊 你也是全世界 增长的最快的地方 包括你看 2014年 假定到最后7.4 7.4也是全球最快的 对啊 所以我们的速度 所以 所以这是 其实还是 而且已经超出了 世界很多 算家的预期了 对 因为他们都说 这种连续的增长 一般说是 最多十几年 对不对 中国已经就 二三十年了 非常少的国家 所以 那你觉得这种 7或者甚至是6 这种增长 能维持多少年呢 正常如果讲 如果说 有一个非常理想的 我们假定的 假定说新常态是6吧 我们讲到 退到再低点 你比如说 这个5年维持7 下一个5年维持6 下一个5年维持5 这样7次下来 逐渐暂 那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结构会越来越好 我们现在为什么经常去 去反驳那些说中国还能维持高增长的观点 因为这种观点对于中国未来持续的健康的稳定的增长 没有任何好处 那问题太多了 那我问你一个无知的问题啊 就是说 如果中国经济不能维持高增长 比如说他在今年是把他跌到某个数值以下 是不是就意味着会引发严重的经济乃至政治危机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经济减速 而是不允许减速 而是接受不了减速 你看以前我们讲说 要是保不了 会出现大规模失业了 他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允许减速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 事实上都为这个数字活着 你看那个2014年 有些地方我觉得很奇怪 当然我们不能说他造假 他造为造假他自己清楚 你说有些地方 这个煤炭价格掉了三分之二 然后这个搞经济的官员几乎全抓了 他的经济增长 居然还能保持百分之六 我觉得很奇怪 谁得搞经济 你看我们过去很多年 搞经济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如果真的有一个中国模式的话 就是你看有些地方 就是叫官员跟商人勾结 一块来搞经济 你来批项目 我来搞项目 大家一块来赚钱 最后还有个很好的GDP 但是有些地方搞经济的官员被抓了 然后搞经济的商人也配合调查去了 经济还在愧速增长 谁得拉动机 会不会是因为前些年的一个惯性呢 他们抓了以后 这些企业这些合作的东西继续存在呢 我觉得后果要到过两年才出现 如果说真的 这个东西如果把人抓了 中国还得看人 如果把人抓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调整性 要一个过渡 你看过去我们在北京的 经常老家人会拉项目 今年2014年没有一个 那你等于没项目了 没项目你干什么 没项目你怎么可能有GDP 所以我们说这种模式的转换 事实上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中国经济正在这边 这个便是什么 这种官员跟商人之间的这种模式 倒下以后 我们需要新的模式 就像你刚才提的问题 就贪官抓了以后 怎么经济还在增长 这是什么答案 这个问题事实上 统计局里回答更好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一个地方 煤价那么掉 掉了那么多 数字还那么好 老百姓讲 他的暗示是数字里边有数字 但是我们从光明的调度来看 就是因为反腐取得了成绩 把坏人抓起来了 所以抓革命出生产了 这个好人是不是现在有空间 去做这个经济 暂时还真看不出来 所以很有意思 中国你去分析数字 比如说有些地方 然后本来所有的人认为 这个是负增长 怎么可能有增长 看所有的指标一对比 我们就非常同情统计局 统计局真的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才有这么一个数字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数字不用担心 但是中国的这些经济数字 国际上的这些世界银行 什么他们也参与调查 他们会不会也会怀疑 或者担心你们的 因为中国的经济如果放缓 对全世界的影响很大 那么这个数字世界上 应该也有一套检测标志 他是这样 就是说你看那个中国的搞经济的 到国位去访问 或者这个参加研讨会 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个数字是真的吗 他不问第二个问题 但是仅仅靠问吗 仅仅靠问这个能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牵涉到真金白银的世界 对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做这个经济研究 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就是没有真数字 你还必须用假数字 而且这些数字 你明明知道不行 你没有第二套数字 因为中国这个数据太庞大了 现在大家自动于经验 比如说我的经验是什么 官方数据 我自动的下调两个百分点 你说 对我就这样 你说增长8% 我就把它算成6% 差不多6% 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这么多年 我们有些人担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尽管你说的是7点几 但事实上没有7点几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所以你看这杨博士玩不过土包子 他不懂国情 他不知道往下捡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讲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这个数字活着 就是增长 保8还是保7 数字化生存 对吧 那为什么 我还是不明白 如果如果事实上没有维持高增长 中国会怎么样 如果就是这个我们比如说 假如说只有4%5%的 经常讲这样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正常的7次的递解 我们能接受 你比如说我们从10到9到8 现在到7 对 大家觉得什么事没发生 2014年 就是慢慢刹车 慢慢 对 2014年的这个就业还超过了1000万 对吧 这个没有出问题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比如说一架飞机 飞机降落的时候最担心的是什么 失速 速度 降速退亏 一旦中国经济降速退亏的话 一定要付出非常大的等价 所以我们经常说 这个别看这个数字 我们经常在淡化这个数字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所有人 有底线 中国经济在每一个阶段还得保几 你比如说2015年 我们还得保气 为什么 你说的是这个数字上的保气 还是事实上 数字数字 那就说编我也得编成7 对对对 你怎么样 你得你得保气 为什么 因为一旦失速的话 那等于所有的问题 告诉我们 这个也不行了 那个也不行了 所有的都不行了 比方说 老百姓能感受到的是什么 房价暴跌 房价在跌 然后淋化效益 对吧 而且这种效益一旦出现的话 你要再去控制 非常难 对 所以在中国经济 还有很多空间的情况下 所以有些 你比如说林一芬先生讲 这个有些投资有空间 投资我也同意 比如说有些地方 我们真的很缺 西部 交通 真的很差 你这比如说看河北那个交通 我们经常讲 经经济要怎么样 对对对 交通差的太远了 从唐山到天津非常方便 但是如果从唐山去石家庄的话 对 太难了 没错 你要改不上好的那个那个时间段的话 对 你还得用一天时间 到北京去捣一下 对 你才能回到石家庄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我们要 基建还是可以做 基建做 2015年 到房地产不行的时候 中国最大的靠山是谁 就是基建 就得靠基建拉起来 当然基建不要搞重复投资 我们介绍讲 他不是又在否认四万亿的那种做法吗 四万亿 当然四万亿是做的有点 有点 有点没有底线 太疯狂了 那个 那个疯狂也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所以今天为止 我们今天的经济四十 也正为四万亿 在买单 而且这种负面效果刚刚出现 把所有都鼓操大以后 你发现 现在让他平稳着陆的话 非常难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 你看 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投资 我们现在强调一个叫什么 有效投资 你像林义夫还讲 就是说现在这城市 这地下管网 也是将来的一个投资 对 也得换 这个没问题 因为我们的管网太小了 下雨天会积水 明代的排水系统 都明代比我们强 明代那个团成 那比我们强多了 那个到现在为止不积水 你就说 那那意思 你觉得2015年能保几 2015年保七没问题 就是说只要我们砸下去 这些东西 比如说 即使房地才仍然不行 这个机械搞下去 那么再也比如说 客家总理搞的这个减证法权 鼓励大家创业 这一块能上来 中国一方面是才能过剩 另一方面有很多地方 其实远远不够 你比如说我们物质层面 可能很多都过剩了 对 温饱问题解决了 对 但是比如说满足你们这些文化人 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对对 还是特别少 所以我们一不知遥 说说你看过吗 我看了 对那你打算还可以 我因为我怕我看不懂人骂我 那我出来 我没有勇气去看 因为人说 那这个有文化的人才可以看 然后但是我看到 有很多一部分人是为什么就看他 说我就看 姜文这么有才的人 能赔出多烂的 他烂的底线在什么地方 这也增加GDP GDP 所以有些情况下我们说 事实上大家看GDP的时候 有些是因为好事才是 有些是因为很差的东西才是 那这个空间很大的 他们讲了就是说吃喝不行了吧 玩乐可以 玩乐是增长点 对 你想想五妹娘也是属于玩乐 对吧 所以中国经济进入什么呢 其实是精神层面 拉动经济增长的 余地很大 已经到了 对 所以我们我们讲你这个 叫精神产品 那么爱玩那么爱乐 那为什么 你鼓励大家去玩去乐呢 为什么还要对东莞扫黄呢 我就搞不清楚 看来除了房子和平演变以外 还有一个要拉动GDP的功能 对 文化战线 文化各个层面 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经济我们讲 绝对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因为中国人那么爱玩 对 你让他去玩 我好享乐 对呀 这一享乐下来 这家伙 对呀 各位好 在这家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